消息传到张家 张契成一言不发地坐在椅子上 脸色由白变红 又由红变青 幕僚进进出出好几次 张家的下人也四处打听消息 这件事定然有蹊跷 京郊是有贼匪不假 那些贼匪也不过是强强小商小贩 怎么敢闹出大动静来 若是见到有钱有势的人家 就去抢夺财物 早就被朝廷的人绞杀了 张契成想到这里 一掌拍在矮桌上 他早就让人盯着崔家 崔家如果有这样的动静 他应该早就察觉了 不可能是崔家 至于那个姚婉宁 他也不会有那个胆子 去找什么贼匪 张契成觉得自己身下 被点了一把火 烧得油锅滚滚 他的那颗心就在里面煎熬 公爵 韩武进了屋 汪童元和太太来了 要见您和夫人 汪童元这时候来做什么 张契成皱起眉头 向下人将汪童元请进屋 汪童元见到张契成 张嘴就说 出事了 出大事了 汪童元如同见鬼的般 脸色难看的下人 张契成心里不禁一沉 一根紧紧崩起的绳子 顿时断了 两个人到了内室里 汪童元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我家李哥恐怕是被人害了 张契成诧异地睁大眼睛 汪童元怎么会这样说 到底出了什么事 汪童元一双眼睛血红 我家李哥昨天一夜未归 我让家人四处寻找 结果 在西市找到了李哥的马 卖马的小贩说 那马是今天一早 从货廊手里买来的 说到这里 汪童元几乎哽咽 不知所措地颤抖着嘴唇 我们李哥和身边的小厮 都不见了踪影 一个人怎么会在京里 消失得无影无踪 张契成说 城里平日里总去的地方 有没有找过 有没有找过 经理还有没有要好的亲友 都要去问问 说不得是去了哪里 将马丢了 早就找了 昨天已经找了一遍 今天一早 又各家的去敲门 都说没有见到 会不会是崔义婷 汪童元想了一整夜 想来想去 如果李哥被人害了 那个人只能是崔义婷 他们正要将通窝的罪名 扣在崔义婷头上 该不会是被崔义婷知道了 所以先下手为强 汪童元越想越害怕 他就这一个嫡子 如果有个三长两短 他的日子要怎么过 张契成摇了摇头 王兄 您是皇后娘娘的娘家兄弟 谁有这样的胆子 敢这样做 崔义婷不敢 汪童元看着张契成 他连自己的叔叔 都送去大牢 杀了男职里那么多官员 他可是个混不力呢 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 他后悔 后悔不该在崔义婷身上打主意 只要想想崔义婷的手段 万一李哥真的在他手里 汪童元打了个冷战 如果是崔义婷 一定是他抓住了他们的把柄 才敢这样做 再怎么样没有朝廷的文书 私自抓人都是办了忌讳 更何况是汪皇后的娘家人 张契成安抚着汪童元 王兄少安勿躁 不再让人仔细打听打听 这是京城天子脚下 就算是崔义婷 也不敢胡来 汪童元却已经焦躁地听不进话 我要进宫 我要去求皇后娘娘 万万不可 张契成脸色难看 没有证据 难不成你去求皇后娘娘 惩戒崔家 汪童元愣在那里 汪太太拉着张夫人 哭个不停 这可怎么办 如果李哥有个闪失 我也不可能活了 汪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 都掉在张夫人身上 张夫人身上的衣服 被抓捏得满是褶皱 汪太太还不肯松手 夫人陪着我去宫里见见皇后娘娘吧 我的李哥 我的李哥 张夫人被哭得心力焦脆 劝也劝了 说也说了 汪太太却好像黏在了张夫人身上 我们老爷听了公爵爷的话 才敢跟着浴室一起写奏折 现在奏折还没有送上去 家里就出了这样的大事 公爵爷和夫人可不能不管啊 张夫人皱起眉头 还没有怎么样 汪家已经将所有的罪责 推在公爵爷的头上 如果真的让崔毅婷握住把柄 汪家怎么能靠得住 汪太太闹了一阵子才走 张夫人换了衣服 才去书房里见张启成 没想到刚有个风吹草动 汪家就已经乱起来 张启成已经没有了主意 旁边的幕僚 七嘴八舌也争论成一团 等企业来了没有 张启成问过去 张家下人摇摇头 这去请了 下人还没回来 话音刚落 张家下人过来便告 邓七爷也是一夜未归 邓家下人也在找呢 一下子两个人都不见了 张启成心里不好的预感 终于扩散开来 崔毅婷动手了 既然抓了汪成里和邓俊堂 就一定握住了重要的证据 下一步就会让御史弹劾他 他完完全全落入了崔毅婷的圈套 张启成额头青筋浮动 公爵爷 要不然让人去夏大学师那里问一问 问问朝堂上是不是已经有了动静 崔毅婷做事 他已经见识过了 不声不响就会给人一个措手不及 就算现在去找夏大学师 恐怕也已经来不及 最好的方法 就是将手里的东西都清理干净 让崔毅婷不能找到把柄 这样他也可以脱身 张启成将韩武留下来 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张启成转过头 注视着韩武 然后抬起手轻轻地动了动 韩武立即明白过来 公爵爷的意思是 要将和邓家来往的下人 都处理干净 免得邓家将所有的事 推在公爵爷的身上 韩武点了点头 带着人去了小庄子 好不容易配置起来的人 要一下子都杀了 那是壮士断腕的决心 希望牺牲这些人 能挡住崔毅婷 让启成握紧拳头 做大事的人 就要懂得取舍 这样明日见到崔毅婷 他才会觉得 还握着几分的胜算 裴明照很晚才回到家中 裴太夫人看到儿子 立即吩咐下人 快准备些饭菜来 母亲不用麻烦 儿子已经在衙门里吃了 裴太夫人点点头 前退了下人 这些日子怎么这样晚 自从姚七小姐 被赐给了崔毅婷之后 儿子在家中 就越发地不爱说话 都是衙门里的事 裴明照不愿意多提朝廷 裴太夫人心里 不禁一阵黯然 自从老侯爷走了之后 凡事儿子都和他商量 现在他们母子两个之间 仿佛起了层隔阂 裴太夫人试探着说道 听说这崔毅婷送了几十箱 从海上来的东西去要家 人人都知道去福建凶险 却没想到会这样厉害 朝廷的文书裁下来 罪一停就要得个通窝的罪名 母亲的意思是 福建的事儿不是我们能管的 那最好不要扯上半点的关系 裴太夫人张嘴想要再说 裴明照站起身 福建的邓四昌 才是通窝的那个 什么海盗 什么招安 都是邓四昌一手的安排 光看到汪城里和邓俊堂 竟然利用贼匪 要截姚琪小姐的马车 如果不是姚琪小姐早有发觉 姚家岂会这样的风平浪静 那样的人到底还有什么忌惮的 如果因为这样 就要向邓家低头 因为怕丢了爵位 就处处向那些人逢影 儿子情愿不做这个永安侯 裴明照沉着脸 眼睛中如同有层层浪花在翻滚 如果因此丢了爵位 母亲不要难受 儿子将来自然会给长辈请罪 裴太夫人的手有些颤抖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儿子现在后悔 没有一早做决定去福建 那样就能像崔玉婷一样 跪在皇上面前 请皇上赐婚 裴太夫人站起身满脸失望的神情 你真是被迷了心窍 裴明照望着裴太夫人 母亲 你说得对 我真是被迷了心窍 这辈子你永远都不会释怀了 看到儿子 看到儿子伤心的目光 裴太夫人的声音 比平日里都要低了些 赵儿 境里还有不少的闺秀 像姚七小姐那样性子直率 聪明伶俐的也有 母亲帮你好好物色一个 姚七小姐 你就不要再想了 不说别的 如今皇上已经赐婚 总是你们两个没有这个缘分 裴明照微微笑了笑 笑容就像风中枝头上的花苞 摇曳着几分的艳丽 却被风一吹 豁然地掉落了 那扬起的微笑 顿时变成了萧索 裴太夫人还想再说话 裴明照已经转过身 大步地走了出去 裴太夫人愣在那里 他从来没见过儿子这样的神情 裴明照坐在书案前 想到姚婉宁方才的神情 就站在那里 徐徐地将话讲出来 是那么地从容和自信 没有半点的害怕 他承绩了爵位后 在朝廷里小心翼翼地行事 生怕一步走错 连累整个组里 还会将祖辈传下来的爵位丢了 现在勋贵已经大不如从前 每年都会有勋贵被斥责 被隔了爵位 老勋贵都说 他们这些晚辈守不住爵位 现在想一想 他很多时候都不如一个女子 崔义婷去了福建 经理很多人都在看这场好戏 崔家送来的礼物 姚婉宁没有收 紧接着有人去顺天府报案 那些箱子被查封 里面的东西 确然是从窝果而来 那时候他想 姚家恐怕要被牵连 谁知道 这姚妻小姐根本不怕牵连 没有躲避 也没有求助旁人 而是镇定地将手里的一切 安排妥当 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性 做出这种事 今天见到姚婉宁 她豁然地明白过来 怎么做才叫为别人死了 只有不那么在乎自己 才能去真正地在乎别人 轻力帮别人 还要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就没有这样的道理 裴明照站起身来 所以这次她输给崔义婷 输得不冤 她羡慕姚婉宁 能不顾安危地维护崔义婷 那也是因为有崔义婷 孤朱一致在先 裴明照站起身 换上了衣服 带着高禄顶着月色 出了侯府 远远地离开了裴家 高禄催马上前说 后爷 我们去哪儿 赵齐人去汪家邓家 和广恩公府外守着 他管着五城兵马司 不管是哪儿出了事 他插手最顺利成长 张氏是彻夜不眠 姚依文在身边呼呼大睡 屋子里说不出的寂静 张氏将手放在肚子上 如果利用这次受了惊吓 就将孩子落下来 也不会被人怀疑 已经不能再拖延时间 这孩子越来越大 他心里也乱起来 好像肚子里的那块肉 渐渐地和他的血脉连在一起 深入四肢百害 牵动着他的皮肉 他竟然开始有些恍惚 姚依文的话就在耳边 好好将孩子生下来 不管是哥还是姐 以后你又多了个一张 以后我们一家人 好好过日子 一家人 张氏恍然地笑起来 他们从来就不是一家人 欢歌也不应该是姚依文的儿子 张氏赤着脚下了床 走到屏风后 姚锦牙关猛然跳起来 郎中让他静养 他背道而驰 说不得就能落了胎 一下 两下 张氏跳得大汗淋漓 小腹开始抽疼 张氏顿时缩起了身子 正要回到床上去 却不小心碰到了屏风 清脆的挪动声响 让床上的姚依文醒过来 谁 姚依文大声地喊动 外面职业的丹柜 立即披上衣服起身 老爷 太太 奴婢丹柜 宇军 姚依文发现床上少了人 顿时慌张起来 老爷 张氏声音颤抖 蹲下身来 丹柜已经端了灯进门 两个人几乎一前一后 找到了屏风后的张氏 张氏面色苍白 一脸的慌乱 我 我想要去更衣 姚依文顿时松了口气 却觉得张氏的声音 有些奇怪 上前要拉起张氏 却发现张氏手心里 满是冷汗 姚依文睁大了眼睛 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因为惊吓动了胎气 张氏勉强地装作轻松 没事 没事 我身子弱 老爷也不是不清楚 从怀了身孕就 一直不太舒坦 朗中不是已经开了一样 姚依文弯腰将张氏抱上床 张氏印在灯影下 姚依文看起来有些仓皇失措 让郎中来诊败 这才什么时候 张氏握住姚依文的手 还不到饮食 去哪里请人 我没事 谢谢就好了 只要挺过这一晚 他也就能如愿以偿 姚依文点了点头 吩咐单柜将灯摆在桌子上 王哥出生的时候 家里乱成了一团 这次我让人请两个吻婆 再多调两个婆子伺候 父亲那边你就不用去了 你抬起不稳 免得被冲撞 张氏点了点头 姚依文侧身躺下来 张氏装作若无其事地 闭上眼睛 小腹上的疼痛 不时地传过来 张氏苦苦地忍耐 终于等到姚依文要上朝 张氏这才松了口气 卯食刚到 如娃娃进来伺候 看到张氏满脸 都是痘大的汗珠子 顿时慌了神 连声地说道 太太 您这是哪里不舒坦 张氏摇了摇头 就要起身去更衣 刚站起来 如妈妈就惊声道 见红了 太太 您怎么见红了 张氏松口气 见红 见红就好了 姚婉宁有算计 她也有她的算计 不能白白地丢了名声 她正好借着这件事 成全了她的心思 如妈妈还要喊叫 张氏立眼看过去 不要生长 朗中不是一直开了宝台药 就照着药方吃 不许跟老爷说 如妈妈愣在那里 太太是怕说出去 被老爷责怪 毕竟太太自作主张地 去了庄子上 这才半途出了事 想想之前 太太甩给她的耳光 如妈妈的嘴 顿时闭紧了 快 扶我回床上躺一躺 翻天覆地的疼痛传来 张氏捏紧了被子 她要将今天受的苦痛 全都记在姚婉宁头上 将来 要姚婉宁一一偿还 她一定要 并入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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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